你你你 你是谁 为何突然会出现在这里插手我们的事情 孙悟空 你们这群狂妄的家伙 他是我天妖黄大人坐下的左右神势之一的左士红妖 和我一样也是混沌至尊芥蒂的强者 震惊的神情浮现在了悟空和旁古大神的脸上 因为以他们两人的实力只能对抗一个芥蒂强者 可妙的 这下子事情大调了 呵呵 大不了一起死呗 都是我们害了你 早知道当初就不跟你们说 我和女娲在不死天妖城呢 前辈 话可不是这个样子说的 若是你们遇到了危险 俺老孙我不出手相助 那我还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 再说了就凭这老十字狗屁左使 还杀不了俺老孙我的 哼 大言不惨 仅凭你们这几个残兵败将 难道还能挡得住本身是我吗 哈哈哈哈 果然不死天妖城的人 都是些威劳不尊的家伙 一天天的吱吱到一大欺巧 我都请你们害臊 阳龙 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怎么又跑出来换我们的好事了 我跑到哪里关你批事 怎么 你有意见吗 这么多年不见 你的嘴巴还是那么的酸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让我看看 你的实力有没有长进吗 要红圣帝 弃下冯青军 神缘禁术 与融造海间 天崩地裂 火海漫延 神将园龙和左使红耀的战斗 还在持续地进行着 而这一次的战斗 可是要比悟空等人之前的大战 要激烈得太多太多 园龙前辈的实力 果然厉害 肯定已经超过了纳幼使昆帝了 不过这左使红耀 也差不到哪里去啊 左右左右 当然是左使会更加的厉害 不过昆帝的天赋 其实也不差了 只不过是因为 被世俗的事情给先办了 所以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闭关 原来如此 不过若是一开始 就是红耀来对付我和盘古大哥 结局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 那是因为我太小看你们了 不然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让红耀跟着我一起来 你们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哈哈 谁叫你狗眼看人逼的 这一下子肠子都要毁清了吧 等着瞧吧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了 神将元龙 念在元黄的面子上 给本神圣无果开 你是脑子抽抽不够使了对吗 那孙悟空是我神元族的王子 我岂会就这样让你们得偿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咱们也就别再藏着野长 你招定胜负吧 要红圣殿 你弹装眼月高 神元禁术 冲击破天波 毁天灭地般的恐怖力量 依旧还在持续地疯狂呼啸着 这一次的对决 没有人受伤 也没有人取胜 只不过是体内的灵力 消耗得非常厉害吧 你又变强了 你也一样 不过你还要再打下去吗 不打了 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 算你还是去 那本神将我就走吧 随后 元龙没有丝毫的犹豫 转身就向着悟空他们的方向飞去 因为他自己也清楚 再打下去是没有结果的 还不如仙弹受伤的他们离开 不过此时的左使弘扬 却是阴魂不散地跟了拐 怎么 你反悔了 想要跟我分出个高低出来吗 一点也不想 但我也同样不想帮你走 哼 不是我看不起你 而是你没有那个本身 那你看看 我有没有那个本身 残疾田野皇那人 我弟个乖乖 这大BARS怎么跑来了 而且还是混沌至尊圣地的实力 神将约龙 看怎么话 我还不想跟神人组 全面开战的份上 给我滚开 天妖皇 你这个饼不自我爱 想要动它吗 没有那个可能 你是拦不住我的 那个小猴子 用了我拿来突破境界的 长生元业 现在元业没了 但是人还在 拿来练灯意还不错 至少是对我都补偿了 至于其他人 我可以放他们一马 怎么样 彼时之间 神将元龙脸上的 神情无比的凝重 因为以他的实力 是绝对战胜不了天妖皇的 更何况旁边 还有一个左使弘扬 哼 天妖皇 不得不说你可真是卑鄙 那长生元业对你的突破来说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若是有用的话 你早就炼化掉它了 还会留到现在吗 而且今天你来这里的目的 完全就是想要弄子孙悟空 想让我神元一族 彻底的绝后 对吧 聪明 真是聪明 鬼儿什么都瞒不住你 不愧是元皇身边的第一神将 你大眼的天妖王子 我从今天要弄子你